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咱们就现在,西方是星期三,6月17号,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真一路,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力,存心存意,去爱我们的上帝,要爱旁边的灵蛇邻居,像爱自己一样,那如果心能够更大一点,这个心是好的心,大一点就为世界祷告,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感谢咱们就,其实作为一个带导者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 好,那人生就充满着意义,大家谢谢弟弟华强新来的灵命之良,也谢谢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也谢谢Katrin看到的意象。 那今天呢,其实Katrin有一个意象,我也一起传给大家Katrin跟我们讲的这个她看到的意象,这个意象有一点恐怖的, 但是她的意义是不只是指着那些人,她很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看video,好像drama,或者是其他,不一定你喜欢看,怎样讲,就是看得太多的那一种。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她不能够过日子的,没有video,没有看那些爱情片那一种,没有看是不能够过日子,这种已经是盲生的了。 还有一个就是,那跟Katrin讲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讲到看戏,其实还有一个如果看Katrin的意象当中,她有讲到网游戏,就是说我好像一两个月之前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们当中有好多年轻人,很喜欢网游戏,就是game,那game玩这些game,play games,video game,那当中呢,她们就跟这个魔鬼撒旦就结合了一个光系,这个其实Katrin看到的这个不好的东西, 其实那时也是,给那些玩这些video game的人一个警告,就是他们也是跟魔鬼撒旦有一个结合的光系,所以一定要切开为什么玩game的人,他们不能够不玩game,是因为他们已经跟魔鬼撒旦有一个光系了。 OK,大家要记得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玩game,那些video game,这些他们还没有出场这个产品之前,他们一定做个祷告啊,在那边拜拜啊,这些,让这些灵人能够在game里面能够活动的啊,迷住世人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没有一个,希望你知道,他没有一个说我要努力读书,我要向前走, 我要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我要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他们都没有失去这种向前冲的这个,这种的态度了啊,是因为已经被这些东西迷住了啊,这些魔鬼撒旦,他就是要毁灭人类啊,他不能够抓到阿爸阿父,不能够抓到主耶稣啊,不能够抓到三位一体的三弟,他是他抓了上帝的子女啊,他要抓住上帝的子女啊,他要抓住上帝的子女啊, 那最重要就是讲到这个玩game,尤其是game,很厉害的啊,好,那我现在,呃,今天呢,我就不读灵命之良,这些因为前几天有读了啊,那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这个真言,真意介绍真言,就是读经里头,我们每一天都有读,呃,就是知道圣经里头啊, 啊,那一本书啊,哪一本书啊,今天我们是读,呃,是讲到这个真言,啊,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多一点时间就去读证证证证证证,有读证证证证证嘛喔,但是没有,就这边啊啊,这位弟兄名叫 Joseph Yeapap, 他就介绍,关于这个真言里头, 上帝写着是什么重要点 他讲得非常好 而且有英语有华语的 所以一定要去听 好 那我现在就读 就跟大家分享Catrin看到的意向 感谢赞美主 那其实呢 看到的意向也是不错 好多 那很多好几个呢 是不是那么清楚 然后大概是不用 不那么重要 因为上帝知道 我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他就不重要 大概他就讲你不用讲了 当时也给我看到 为什么毕竟也是 其中一个拼图 对不对 OK 当时神已经跟我们讲到 那个日子就是 就是讲怎样 所以我们继续的努力 我们已经得到答案了 已经到中间了 当时我们还有一些 要清楚一下 就是上帝一直问我们 Are you clean 你要清洁 里面要扫得清清洁洁 要用水冲了又冲 要洗得一干二净 因为被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容易被提 因为从历史 从最早起初到现在 被提的只有谁 只有Enoch 然后Elijah 以西洁 然后我们主耶稣升天 对不对 这三位而已 只有三个而已 那主耶稣就是上帝 这三位介绍来就是我们这些人 所以你说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 不容易 上帝已经准备好久在那边 给我们回家 那你说以前那个 被烧尸节小孩 怎么一对 天使们把他们借回家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我们大人 自己会上去的 我相信大人已经路 已经准备好 一切准备好 所以我们是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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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子们很有可能就有先死来抱他们回家了 其实呢 他们也有听论 因为根据我知道的 我的小孙子 他们都有 照相我小孙子 他的头发会藏起来 对不对 那是之前 我不能够先给大家照片 因为这照片都被Google拿掉了 清楚了 那是好久半年多的事了 他的头发一直是升起来的 到几个月 到半年前吧 到八个月 十个月 他的头发就开始下来了 那时候我们就到后面那边要得到答案了 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大家看第一页 那是前天网上看到的 十五号 十点这样 十点零五分 那就减二五 是红色的 全部是红色 红色 minus 25 然后一花下来 六十一 那我们 六十一 我们就从到二十五 什么是减减 就是到 到二十五号 那二十五号就是五月二十五号 华人的五月二十五号 就是东方的七月十五号 就是我们的七月十五号 好 那六呢 六就是星期二 星期三就变成一个六 六二乘三就是六 六也是喜乐 也是人类的喜乐 然后十一就是被提 就是说 星期二 星期三被提 也是五月二十五号 就是七月十五号 东方 好 那还有一个 之前不是有看到 纯色的五再加纯色的六 等于蓝色的th 对不对 五呢 纯色的五 纯色的五 就是说 剩下几天就见主耶稣的 那五再加九 九之前不是有看到 九的 就讲说明天成色的 写说明天 然后 就是明天开始算起 然后写九天 然后后面就是 加 青色的加 所以五加九就是十四号 六加九就是十五号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就是十一七 就是被提在七月 被提神圣的完了 就是被提在七月 七七月啊 这是白色的哈 那接下来四五也是白色的字 然后旁边有草莓四粒哈 那天堂下来我们上去 那四粒草莓 一粒草莓可以说代表一个星期 那四五就是七月十五 东方的七月十五也 五十五也是安息 那七月十五 那四粒草莓可以说 我们现在不是星期三 昨天是星期二嘛 那星期二一个到下个星期二 一个星期 然后下个星期二 又到后个星期 就是一个星期 然后上十号 哈那边又一开始 到七八号就一个星期 然后又十四五号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还剩下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 好 其实还不到四个星期了 那接下来就看到五五 五五就是双倍的奖赏 双倍的恩典之神多 他会给我们这一大群的双倍的奖赏 OK 那当然我相信说双倍怎样讲 比如说新的耶路撒冷里头 有长夜有物子住 能够进进进出出 外面呢也有 因为很多亲戚朋友们都在外面嘛 对不对 所以也有父子了 所以我们能够在里面 也能够都在外面 去看亲戚朋友们 OK 不一定看父母亲们 还有其他朋友们 所以都能够好 接下来地上那边 还有工作方面 最近是做 长老的 最近是做什么 做观 做玩的话 都要你要 有时候要跑跑去看看一下 去管理一下 好 接下来是 一十八 大家一十八是什么 是最后的十八天 最后的十八天 就是看到的日历 六月二十八号开始双齐 六月二十八号开始双齐到四五号 就是整整的十八天 整整的十八天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汤匙 他的比较尖尖 他的口那边就比较尖尖上去 就是上去 叫做一个箭头这样 然后旁边是 他筷子 筷子就形成一个十一 对不对 十一就是背体 就是这个汤匙呢 就是讲到救恩 那筷子呢 就是上帝来捡我们上去 OK 其实我们能够上去 都是上帝的拣选 上帝拣选了我们 而不是我们有多好 就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了我们 就是这个汤匙就放在汤匙里面上去了 就是一个救恩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video 这个video不是很大很大就是能够看到他的四周四个赛 四个赛 还没有,我能够看到它的四周 意思是讲,还没有发生 它发生,从不会走完的,就是回家了 然后也有看到这个 我耍上我孙子用的汤匙 也不是汤匙,就是笔子这样 然后他的手把那边很长的 就是很长,就是什么?就是要上去了 就上去了,就上去了 然后看到主的手那边形成一个零 然后有一个杯子,白色的杯子 又有sauce,之前很少看到sauce 就是杯子上面有一个庞子,对不对? ok,有杯子,有庞子 里面有咖啡,奶油,就是有cream的咖啡 white coffee 就是说,当你走到神说零的时候 你就是回家,享受人生 大家都知道,你可以想象哪里坐在那边 enjoy,在享受着买咖啡嘛 有牛奶的咖啡,有这个cream的咖啡 然后又有sauce,很高贵这样 做着享受人生 好,接下来呢,就是看到这个 神的手是左手了 就是left hand,形成一个calf calf就是什么?就是救恩了 就是说,你进入救恩的时候 你就享受人生了 好,接下来是一个video这样 当时是黑色的,background都是黑色的 就是我们的标杆黑色 然后写着什么呢? 它的字好长的 但是我只看到前面就是I ask 就是上帝问了,问我们,why? 为什么?然后,why?之后好像是why didn't 就是上帝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会问我们,I就是主耶稣问我们 为什么我叫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 为什么?why didn't?为什么?我叫你,已经叫你 你没有做,为什么你没有做? 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要给主耶稣一个交代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 昨天有看到中国,还有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些玩game的年轻人 或者是看video的 到时候神一定会问 如果没有做好,如果还没有做好 神一定会问你了 为什么我叫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 我一直叫莉莉跟你讲 我一直叫莉莉跟你讲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 所以大家如果我们当中,你知道你有些事情 还没有做的,你就赶紧去做 好像比如说昨天,其实是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了 神一直叫我给两个人打电话 因为我的电话不能够打出去 只有我打WhatsApp 那我要用我的女婿的,用我的女儿的 要去找那些人 那我找一个,叫Jaymy的 Jaymy的太太 找Jaymy的太太 Jaymy的太太电话 又没有手提电话 她们很节省 然后因为Jaymy没有上班 只有她太太 所以很节省电话 因为这边东西什么都是贵的 那她的太太很难找到她的太太 Jaymy又不听电话 Message过去又Message Message过去叫她来 她也没有时间来 OK,那所以呢 昨天又在跟我讲 我要去找她的太太 所以好多次了 一直讲 我已经找了很难找得到 然后她叫她来也没有来 因为现在有封城开始开了 然后她又有上班 那我就后来就找到用我女儿的电话 然后她电话没有听 然后就Message在电话里头 刘英 刘英就跟她讲这个字 所以神要我做的我已经做了 我也是当然很希望能够跟她 找到她跟她讲 当时这个工作我就做完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讲说要把这个信息传给她的父母亲 在美国的父母亲以及她的弟弟 尤其是她的弟弟是做伦理的 还有一个就是Yang Yang我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他的电话又没有开还是什么 就是没有用到以前的电话 所以就是很难找到人 但是我相信神他们就算他们都有准备了 这两一对夫妇 好 第10到哪里了 第10那边 第10那边是刚才没有昨晚 就是10点05分08分就看到一旁 其实还有其他事物 当时就把我注重在一个一旁的肌肉 切的四方形四方形这样 在一个盘子里面就很近我 很近最近我的是在西方那边 这边左边那边 那这个是不是讲到日子呢 还剩下多少天呢 还是说有我们西方有几个人会被提的 当时他没有小块都是一样大的 就是我像是讲到大人 有20多有20多块 大概在我们西方的有20多个大人吧 如果不是讲到人的话 就讲到20多天就回家了 好 接下来11那边是看到什么呢 后来是好像我的手这样 拿着一块肌肉 然后就一块肌肉哈 然后肌肉的皮把它拨 把它lift up这样把它把它打开这样 然后里面的肉就切成一棒 切成一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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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